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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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能见面 而且有机会讲佛法 参加法会的机会很高兴 也见到了很多我的老朋友 还是这么说 好几位 很多都我认识 但是呢 还有一部分呢 就不太确定 是否以前见过呢 或者没见过 还不太确定 无论如何 我们在这里聚集在一起 我们来尼布尔 听得清楚吗 我们来尼布尔 我们来参加法会的 不是来参加商业会的 也不是我们来参加唱歌活动的 我们就是来参加法会的 所以说呢 来这里是 就是 简单来说 我们都有一个目的吧 我们的目的应该是 怎么说 就是学佛法 或者是在上师那里 希望得到一些新的收获 或者是新的理解 不可以说理解吧 觉悟吧 可以说吗 新的觉悟 或者是新的智慧 新的可以说正觉吗 可以吗 反正是新的一个收获 我的汉语不好 不好 所以说呢 有时候心里面想表达的 各方面的内容 就虽然想在心里面想出来的 但是呢 不知道表达出去 如何表达 有没有搞事 有方译吗 不是 所以我认为有时候需要欢迎 那没问题 你帮我 就这样 那 我觉得 今天我们就在这次的可以说讲课吗 或者是讲法 或者是演讲 这个是今天早上安排的 我也没有什么心里面安排的 所以说我心里面想什么就讲什么 有没有什么能给你们好处的 或者效果的 我也不知道 假如没有任何 虽然我们在这里待着 你们也参加 可以说我的讲法 或者演讲 但是 在这里听了一两个小时 但是呢 任何 任何效果都没有 收获都没有 没有的话 怎么说 我再向大家 对不起 说对不起 就提前说给大家对不起 也许会我讲的 没什么 能搬到你的 但是呢 我想给大家讲的是 平常我自己心里面想的 平常我自己心里面 怎么说 我修法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或者是我学法的主要的意义 或者是念入是这样的 我自己心里面 平常想到的那些念入 就想分享给大家 也许会有一点点的帮助吧 平常我是这么想的 所谓的学佛法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法 佛法的主要的定义 或者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有什么好处 不学不行吗 我们为什么要拜佛呢 必须要拜佛 有什么好处呢 等等的问题就出现了 或者是发生在我的念心上 所以说呢 我在一直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法呢 因为呢 假如我们维持或者是保持 就是当下的这样的状态 我们怎么过生活 就那么过生活 就这样过日子不行吗 你们觉得可以吗 不怎么说 不去学佛法 或者是不插手佛法 在任何宗教 宗教都我们不去学 就是当一个普通的人 上学毕业之后呢 找过工作 然后呢 在那里上班 或者是在种田啊 就是收割嘛 收割 就耐过日子不行吗 耐过日子 你们觉得够吗 或者是不够 我觉得 所有的人都是 就那么过日子的 但是呢 还有很多 没办法 对付的 或者是没办法 解决的很多问题 我们都会 在生活当中会碰到这些问题的 所以是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心里面想到 我该怎么办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部分 那还有呢 虽然我们努力地去工作了 去做自己该做的那些事情呢 上班也好 或者是做生意也好 等等等等 教书也好 我们都去做了 因此我们也获得了 就是物质上的 或者是金钱上的 那些问题都 我们也许能解决的 在物质上的条件来说的话 我们什么都不缺 房子也有了 家庭也有了 孩子也有了 朋友也有了 钱也有了 书包 这个叫什么包 包 包 包也是满满的 所以说呢 物质上的条件呢 我们就能 解决好这些事情的 什么都不缺的样子 但是呢 物质虽然 丰富了 或者是圆满了 到了 物质圆满的那个 经济的时候呢 还会有很多困难 还有 就是 人原本有的 那些痛苦啊 或者是那些困难 还是原来的那样 比如说 有了那样的境界 心里面 我内心上的 怎么说 欲望 欲望 还是一点都没有减少的 它还在内心上 所以说呢 到了那个境界的时候呢 还想要什么 还想要更好的 更多的 就那样的 不仅是在 心情上的 精神上的状态是 原本那样的 不只是那样的 还有呢 就是人的 基本的 基本的那些问题都还存在 比如说 就是 病 老 死亡 等等的 那些困难 还是原本那样的 你 虽然物质的条件圆满了 那 从此以后 就确定 你 你 不会得任何的 那些疾病吗 不会得那些 怎么说 不会有那些社会上的 那些各种各样的麻烦吗 不是的 还是原本的那样 我觉得原本的那样 所以说呢 您有了什么样的 物质的条件 唯独有 你 才看到你 就是 物质的条件 就是 圆满了 但是呢 人的原本的那些状态 本来的那些状态 还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 一点都还没有减少 特别是精神下的那些状 有了物质的条件 你的贪心减少了吗 你的脾气减少了吗 你的傲慢心减少了吗 你的欲望 就是贪心的欲望减少了吗 你的无名减少了吗 你的 害他心 有时候我们 就是人吧 一个反复的人吧 所以说内心上 都会有些 咋咋咋咋咋咋 我们的心的本性是不坏 本性是很清净的 但是呢 因为无史以来的 坏的习气 坏的看法 就是颠倒的看法 颠倒的逆程 颠倒的教导 而产生内心上各种各样的 颠倒的念头 很多很多的 那些精神上的状态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没有物质条件的 没有物质的任何条件的一个人的精神上的状态 与物质条件圆满的人的一个精神上的状态是百分之百一样的 但是呢 就是因为跟物质无光的有些感受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有物质的条件 所以说呢 暂时觉得满足 这样的有些部分有不同的 但是呢 精神上的刚刚所说的那些都是一样的 就是三度啊 五度啊 等等 就是贪嗔痴等等的这些状态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 没认可的 所以说呢 佛给我们指导的是寻找我们的痛苦的根 什么是痛苦的根 什么是快乐的根 让我们去寻找 佛没有说痛苦的根本就在外面 佛说痛苦的根本就在自己的内心上 自己的痛苦的根本就在自己的内心上 自己的快乐的根本也就在自己的内心上 所以说呢 那痛苦的根本是什么呢 佛说谈成痴等等的那些烦恼都是痛苦的根本 主要是我执 人我执 就是无明心 我执就是痛苦的根本 那怎么去理解呢 我执是如何是痛苦的根本呢 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这就是佛法的最关键的地方 我执就是痛苦的根本 痛苦 读念了痛苦是这个的 读念了痛苦是这个的 没有别的吗 没有别的名词吗 法词 痛苦就可以吧 痛苦啊 或者是 就是四季 四季之中的第一个就是苦地吧 苦地 人我执就是苦地的根本 那 如何呢 如何解释 如何去 如何 怎么去理解呢 虽然在佛还没有诞生之前 还没有出世之前 很多宗教 他们都说 烦恼是痛苦的根本 那跟佛法有什么 它们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虽然佛还没有出世之前的那些宗教 他们都也会说 贪心是痛苦的根本 脾气也是 称平心也是痛苦的根本 但是呢 佛之前的那些宗教也好 别的那些西方的宗教 艺术教 或者是伊斯兰教也好 没有任何宗教说 我执是苦的根本 这就是佛法与外道之间的差别 就在这里 我执是 我执是不是苦的根本 这个 这个事情上就分别了 就是 就变成了不同的两个宗教 所以说呢 我们就是努力的去学的是 要去理解 要去误极吧 或者是证悟 这一点 要知道这个部分的话 我就觉得 学好了佛法 没有弄好这一点的话 我不觉得 虽然我们去学佛法吧 但是呢 还没有学会 假如对这个事情上 稍微有一点点理解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的受惑 或者是我们的证悟 已经开始了 觉悟 我们的觉悟已经开始了 跟解脱也不远了 不远了 那我这是怎么 如何是 苦的根本呢 这个呢 我觉得 从两个部分来去思考 第一个 你们就看这一世吧 就是当下 就看当下 假如我们所有的学佛法 学佛法 我们把它理解成参加佛法的活动 参加什么佛法的仪轨 参加去念经 拿着念诸 天天念咒语 或者天天念仪轨 或者天天念仪轨 或者天天修什么什么 本尊啊 或者是 菩提心啊 公正心啊 就是 假如这些法名都 都停留在 词面上的话 没有深入到 深入到 没有 能碰到 我持的这个 这个点上的话 我就觉得 完全没有学会了 学到佛法 所以说呢 师父学到了佛法 或者是理解了佛 师父理解佛法 这个要看什么呢 要看 看自己的烦恼 烦恼稍微一点都没有减少的话 那学什么佛法 我不觉得 它 算是佛教度 不是 佛教度 应该能 能面对 烦恼 就是 贪心 诚恨心 害他心 傲慢心 还有呢 就是 很多种烦恼 插肚 黄黄心 插肚 还有呢 就是 真心 假包 胳膊 等等 20种 20种 随 随 烦恼 6种根本烦恼 等等 等等 他们一出生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 能面对他 能对着他 这样的话 我就 真正地 真正地去 开始学佛法了 我们 没有学佛法之前的那些 想法 那些情绪 什么都没有改变 当然 一开始 今天 归佛 佛名 法名 就是 当下就能 解决这些 亏难 这是不可能的 一般来说 不可能的 但是呢 进入了 法名 佛名之后呢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 必须要 抓到 真正的佛法吧 或者是 真正的佛法 不可以 真正的佛法 不可以 必须要触碰到 必须要学会 怎么对付 怎么控制情绪 怎么减少情绪的 这个部分 精神上的这个状态 停留在 没有学佛法之前的这个状态 什么都没有变 狡辩性也没有变 所以呢 怎么说 慈悲心也没有增长 贪心也没有钱 想法越来越强 那就糟糕了 那就 太丢得把把死 就是 神变成魔鬼一样 就是很危险了 真的很危险 所以说呢 学佛法之后呢 最好的是 我们没有学佛法之前的 或者当下的这些念头都要颠覆不开 学佛法之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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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民生 我们需要利益 我们需要自私 自立 我们需要 怎么说 今世的那些利益 民生 这是很正常的 就是 我们都是人吧 很正常 但是呢 学佛法之后呢 必须要看到 哦 这些不是什么好的东西 很想 很自私 很自立 哦 这是 这是自己痛苦的根本 这是自己可以带来 给自己带来 给自己带来痛苦的意义 这些的念法 自私自立 烦恼 这些是毒一样 就能看成它是毒一毒药一样 一碰到它 就 自己会 很危险 很危险 看这斯拉文 怎么说 怎么说 反正是带来自己很多麻烦的意义 必须要理解 理解 理解到这 必须要看到这 必须要看到这 在生活当中 也能看得到 不疼 不发脾气 还有呢 怎么说 没有很大的傲慢性 没有 就是 傲慢性 不强 等等那些 负面 负面性的那些念头 所以 越少的人 越少的人 它的坚持的状态 肯定会越快 还有呢 它的上量性 智慧 利他性 还有呢 知足性 就是 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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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足 少于 知足 这些部分的 阳打的学生 负面性 正面性的人 正面性 这个人 负面的话 记得负面词的时候 正面性 可以吗 正面性的 这些念头 越 越多的时候 它的精神状态肯定不一样的 它的 念性 精神上的 乐的感受肯定会越多的 它的心 一般来说 比较平静的 比较安静的 会有难的一个状态 这是 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都能看得到的 简单来说 这是 这是比喻啊 这是比喻 假如我们对它有贪 对它 沿着它有一个贪心 这是 可以代替任何的 任何的所欲 任何的物质啊 我们把它 当作 比喻吧 我们的心 对着它 或者圆着它 产生的贪心的话 这个是 就开始一个痛苦的 根了 因为 自己的心 板住在这个上面 这是第一个 那 你对这个东西 产生了贪心之后 从此以后 因为这个东西 也因为这个东西 而影响到 从此以后 这个东西就能影响到你了 我们就想 它会不会丢 它会不会被别人拿走 它会不会浪费 它会不会被别人用了 它现在怎么样 就这些担忧 就开始了 开始了 佛没有说 不可以用之啊 佛说 一切的物质都可以用 可以 物质是没什么错误的 物质本身上没什么错误的 但是呢 我们对它的面头有问题吗 我们对它的看法 假如有错的话 那就导致自己 带给自己的事就是痛苦 佛说的事就是这个 所以说呢 假如虽然 因为需要的缘故 我们用这个是可以的 该用的地方用 可以用 值得用 应该用的是吧 用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有的是用的 但是呢 不必要贪这个东西 不必要对着这个东西产生贪心 这是不必要的 不应该有的 你对任何的物质 任何的所缘 有贪心的话 把自己的心就绑住在那个所缘上了 心已经进入到那个物质上了 从那里没办法拔出来 一直想的是它 就离不开它 偏偏想 心被绳子绑住了一样 从此以后就没有自由了 无法 没办法自主了 没有自由了 假如对它没有任何贪心的时候呢 它被别人用了 你听到它被别人用了 你不会担心的 哦 是吧 别人用了 好好去明白了 已经用了 那它听到它丢了 是它丢的吗 可惜就没办法好好管它了 心里面怎么说 产生了就这么样的一个念头而已 不会因为丢掉这个东西 而在面心上产生痛苦的感觉 不舒服的感觉 不会产生的 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比喻而一样 就是一样的 对人 对朋友 对亲朋好友 对任何的所缘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说呢 没有对任何的所缘有贪心的 从这里要用坐飞机去 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假如理解是那样的话 那不就是解脱了 解脱它不是指的距离 或者是没什么一定的一个地点 能减少烦恼或者是能消灭烦恼 就是解脱 能离开了所有的挂念 颠覆的挂念或者是 单极度 能不止的鼓励 尼速度 就是远离了贪心就是解脱 他解脱没什么一定的地点 也没办法用钱去走解脱的净土的 坐什么样的飞机都没办法了 坐火箭也没办法了 看我一下 所以说呢 新兴的这个句子我虽然念不出来 反正是心无挂念什么什么的 就是灭盘的 就是那个部分的灭种 请大家多想一想 我请求大家多想一想 多想一想 那这个 记住这个句子 它表达的 它说的主要的意思 内容是什么呢 主要的意思是就是说 看一下 就是回头 回过来看看自己的状态 看看自己的状态 我们平常是都是绕着我的这个念头 我的这个念头 他对我好 他对我不好 我对他有看法 他对我有看法 他对我的家里好 所以说一切的这些烦恼的心 都以我这个概念的西途上而产生的 假如拿走了这个我的概念 烦恼无法产生了 没办法产生 我觉得他好看 我觉得他有价值 所以说呢 你把它就看成了更完美的一个东西 因此导致了贪心 所以说呢 一切的这些烦恼 一切的这些杂念 都以我这样的新的根据 新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所以说呢 你把我的这个概念解决了 产生烦恼的基础就没有了 产生烦恼其实没有了 我们不可能是他把那个目标看成了好的 我就 我们能保证的 我们能保证的能说 所有的那些颠倒的心 都以我的这个杂 颠倒的那些烦恼 给我们内心上 内心捣乱的 和饶乱的那些烦恼 所有的那些烦恼的心 它的基础就是我知 我我我知 那我知是虽然宗当世的解说是 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个我知 佛世间的意义 佛仪会说我指导你 或者是可怜的众生 必须要发慈悲心等等 这样的取舍这样的实践是需要的 佛也没有这样的慈悲心的话 那佛就变成了石头一样了吧 没有任何感觉就不行了 但是呢 我知当中会有 我我我我我我我这个概念 有所差别的 有所差别的 我们我们内心上常常产生的大部分的 我我我我我这个概念是 应该是 嗯 就是我们 呃 呃 我们把自己自己看成为 看成为 呃 石油的 就在 五蕴里面 或者是 呃 所谓的我的这个概念是 嗯 这个嗯 这个身心上 身心上 身心上 产生的 我们我们觉得 呃 我是 所自己 或者自己 或者是我 把他看成为 看成为 有独立的 能去 嗯 嗯 拉开 拉开来 披 披开肚子 或者 就 去仔细的 详细的去 去 嗯 去抓 去抓住他 去 呃 呃 去 拿出他的手 和你 觉得 能拿出来的 能执出来的 能执出来的 一种我 呃 那种我 才是 所谓的 独立的我 时有的 独立的 石油的 独立的 石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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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那种我 佛说 那样的独立的我 实体不依赖他法的我是不存在的 那样的法是不存在的 那样的我是不存在的 所以说呢 人有我之 也可以说那就是人有我之 反之是我这样的概念 把它 消除 消除人 把它消除掉 或者是 断掉 如何断掉呢 佛说实际上没有我 没有实体的我 没有独立的我 假如有的话 更进一步地去挖他 去挖他 去挖的时候 更进一步地去找的时候呢 该找到 那你能找到的吗 没办法找到他 没办法拿出来他 我们 指出来的是 这个是入地 入地还有个精神 那精神于 这入地 娘者都不可能是我了 这娘者是我的 我的部份 我的智费 不是我 不是我 我的智费 反之是我在哪里 指不出来 书在哪里 指不出来 桌子在哪里 指不出来 一切地把 进一步地去研究 寻找的时候呢 必定找不到 必定找不到 这个如何理解呢 这个有点难的 这是我觉得 不是有点 很难理解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 虽然是很难理解 但是呢 因为我们是佛教徒 必须要去学佛法的要义 所以说呢 只能努力地去学 去打听 去寻找 那我们怎么去寻找呢 怎么去理解呢 可以这么说吧 这个房子 这个桌子 这个墙 一般我们来说是 这个是色法 我们去用手指来去碰的时候呢 就碰到那个 那个桌子上的色法上的 假如这里没有色法的话 我们用手去碰的时候呢 碰不到任何东西 空的 是吧 这是事实 那这是不是色法 色法是色法的理解什么呢 藏民的色法是 去摸的时候能摸出来的 去碰的时候能碰出来的 能碰到的 这样的一种法才称为色法 藏民里面 一个东西吧 夹在他身上去的呢 能盯着他身上去 能盯得出来 能盯着他身上的 这样的一个法就称为色法的 那色法是必须利用着另外一个法来决定他的定义 假如没有任何的法能碰到他的本身上的话 他在心底上的话 他不称为色法 假如世界上持有这个一个柱子 持有一个柱子 别的都是没有无法触碰到他的话 触碰到他的话 他不称为色法了 他是不是色法了 要看另外一个法在能不能碰到另外一种法能触碰到他的身上 有了娘者 能碰到他的身上 所碰到的 还有那什么 所碰的东西 还有呢 还有所谓能意 能碰到 所碰到能碰到 没有能碰到 不可能有所碰到 没有所碰到 不可能有能碰到 他娘者是依赖的 他娘者是依赖的 比如说心也好 或者是空来说 知道吧 没有任何的障碍的 物质障碍的空间 以空间的角度来说的话 没有任何色法 没有任何色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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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有能力才有所碰的 才可以去有色法的 没有任何色法的 比如我们自己理解啊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肉体的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肉体的 碰到这个桌子上的时候呢 会有感觉的 只能怎么说 转到他身上的 我们也会觉得痛苦吧 会有助血的 但是呢 我们的身体是 假如是 或者是意识性的 或者是在命中里面所说的 金刚的身体吧 无法被色法 无法被色法 阻止 阻止 所以说 如果我们看到的一个 最西的 地式性的身体的话 他在这里 天空一样走来走去 墙也 墙也 无法 被他 被墙 墙也不能 揽住他的 对他来说 嗯 这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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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的时候 我会叫你 我还没有哑巴 所以说 不要那么鼓子 假如我是老年轻的话 应该多危险 所以说呢 墙也无法 揽住他的 就是 金刚的身体 或者是 没有被 被任何的色法 揽住到的一个 一个身体来说 意识性的身体来说 以他的角度来说 如何成立色法呢 如何成立色法呢 有点清楚了吗 没有问题 我再 再取个别的例子 比如说 我问大家 这个是否是杯子呢 确实是 我用这个来喝茶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嗯 就可以的 这个是杯子确实是的是吧 但是呢 我的口也是这么大的是吧 杯子也是跟我的口 确实是合适的样子 嗯 但是呢 假如有一天 口 嗯 大到 嗯 就是天空一样 嗯 鸽子就 嗯 能碰到 嗯 天空上 就是 嗯 云到白云 就是那么大的一个 身体 世界那么 地球那么大 鸽子也就是能 能 就是整个天空一样的 鸽子 这是很高很高的 那一个人来说的话 这个杯子 对他来说 是一个杯子吗 也许是对他来说 是一个威城吧 是吧 没办法 他 他用那么小的 我们用鸽子来 能喝水吗 没办法 太小了 对我们来说是太小 嗯 但是呢 比我们百倍千倍万倍的 个体大的一个人来说 这个是杯子吗 很难解说 所以说呢 这个湿湖杯子是 低赖的 就是享树者 享树者 享树者 一样的 这个花好看也是一样的 嗯 四大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 火 火 我平常用这个曲子 火 能烧的 能烧别的东西的 就趁火 是吧 那 嗯 平常我们说 火上加油 是更火的 是吧 假如火上加火的话 就能烧掉另外一个火吗 嗯 能吗 火上 火上 放在 呃 那个 纸 纸 白纸的话 被火烧掉它 是吧 嗯 在火上 放铁也好 金子也好 嗯 这些物质都被 能火烧掉的 嗯 能被 能被融化的 反正是 火的 作用 火的 作用 起 起用的 起到 金子上 有用的 起到作用的 金子上 起到作用的 那 火上加火的时候 在 这里 这里也烧一个火 另外 在 这个旁边 也 也 起起一个火 那 火上放在火的时候呢 第一者 第一个火 把 烧掉 第二者 那个火吗 那 能烧掉别的火吗 那 火 对另外一个火来说 是火吗 还是 嗯 不是活呢 嗯 嗯 对这个东西来说 火是不是 火 能不能起到作用 活的 活的功能 这个要看 所烧的 所 所碰到的 那个东西 所以说呢 世界上 没有任何 独立的 法 没有实体 实有的 独立 实实体的 独立实有的 一种法 都是 呃 原习性的 都是 依赖他法 才能成立的 一种法 没有任何独立的 我也是那样 身体也是那样 佛也是那样 众生也是那样 所以说呢 嗯 在《新经》里面就说 色即是空 色 声音 香 味 所有都是空的 嗯 没有实质性的 任何的法 这就是空的 空的缘故 那为什么要去学 空的缘故呢 刚刚所说的 一切的杂念 一切的烦恼 都是因为 我这样的念度 而产生的 所以说呢 我们爸爸 必须要解决 或者是断掉我的概念 那断掉 那断掉我的概念 断掉我的概念 这个方法是 只能 正如 空性的 智慧 要 要 要学 就这样 那 再加上 另外一个内容的话 我说 我说 他把导致贪心 全身心等 都别的烦恼 贪心 会导致各种的 业 各种的业 为了自己造上业 也是因为贪心导致的 目前来说是 因为太贪 而导致恶业也很多种的 对钱有很大的贪心 所以说呢 为了钱 我们会 怎么说 择手段的 是吧 造各种各样的恶业 所以 这也是因为贪 简单来说 因为贪 那 成分性 都不能说了 发脾气的时候呢 什么 脏话都能说出来 说口的 说出口来的 这些都是恶业的 等等等等 所以说呢 造恶业的 最根本的原因 是这些烦恼 别的烦恼 根本就是我这 是吧 有这样的一个 因果的过程 那 有了这些烦恼呢 恶业的时候 或者是上业的时候呢 上业的时候呢 就是佛经里面 再提到了轮回 或者是来生来世 今生今世 过去的那个世等等 有这样的一个不断的 淘汰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呢 下业是 就是 再出生或者是再淘汰 来生来世是一个因果的过程 那来生是 是否是上的 或者是恶的呢 这个要靠 佛说这个要靠自己的上业 或者是恶业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一世 我们的人生 这个人生是 就是人生 也是因为上一世的 就是 有路的上业 才能 才能取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生 那能取到这样的一个人生的 有路的上业 也是因为贪心而造的 那贪心的根也是我知的 所以说呢 这一世的我们的人生 也是他的 再进入去寻找他的根的时候呢 就是 所有我们的人生的 他的最根的就是 就在我知的那个阶段 那 这一世的所有的那些痛苦啊 就是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 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是 大家千万不要理解成一般的一个 一般的一个困难 仔细地讲的时候呢 生老病死的这个痛苦是 怎么说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 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 不去思考的时候呢 那是一般的一个 困难的样子 完全不是 比如说 仔细地想一想 仔细地想一想 那世界上 谁能避免了老的这个困难 有吗 没有任何避免 避免的这个痛苦 那死也是难 任何人都无法避免这四个困难 不只是无法避免这些困难 这些困难本身的状态是 也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 仔细地想一想 病的过程 或者是老的过程 老的时候呢 每一天的 想吃也吃不上什么 想站起来也站不起来 想坐下来也做不出来 想看也看不清 想听也听不清 真的 老的这个状态是 不是那么一两句能说得出来 能理解出来的一件事情 真的很大大痛苦 所以说呢 生老病死等等 这些一生当中的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痛苦的根 就在哪里 就在土台生 生的第一个刹那就开始了 没有生 生之后的所有的这些痛苦都没有的 亏免都没有的 所以说今世的所有的亏免 因为有了生 出生的是土台 土台 才开始的 所以说呢 土台 它本身上是 一种 痛苦的根本 它拥有别的好处 这是因为别的话题 没有说它没有别的好处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人生 能做到有很大意义的大的事业 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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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自己的烦恼的那些道 都可以修得出来 利用这个人生 但是呢 它的本身的状态是 一开始这个土台 一开始这个人生的时候呢 一生之中的所有的痛苦都从此开始了 从此开始了 所以说呢 生本身就是痛苦的一个根本 那生是怎么来的呢 土台是怎么来的呢 土台是刚刚所说的那样的 土台是 历史的灵魂 离开了历史的入体之后呢 它中医之间 它就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寻找一个新的土台的地点 然后呢 找到了那个地点 它就取了那个生的入体 再开始了 那就是麻烦的制造车 那你从此就开始了麻烦 从此就开始了 这一世的所有的那些痛苦 这个世界上 很多很多人都轻生是吧 自杀了 为什么呢 它就受不了今世的那些折磨 就受不了今世的折磨 所以说它就想 想要以这些痛苦而去 去掉 折掉了自己的命 也是很可怜的 从佛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就不知道 如何控制烦恼的这个方法 很可怜的 因为希望都放在物质上了 很可怕了 自己的希望都放在一个物质上 一个老师来说 希望放在学生的身上 我希望有更多的学生 更多的 一个生意来说 做生意的人来说 希望都放在钱上 或者是成业上 我有更多的 什么工厂 多好多好多 一个学生来说 希望都放在学生上 一个男人说 希望都放在对方 自己的物质身上 那 这些都是错在哪里 错在 最深的 最深的层次上 没有解决好问题了 所以说 避免不了这些痛苦的 所以说 佛说 我希望不可以放在物质上 希望放在自己的精神上 那自己的精神 一直都跟着自己的 没什么 任何别的困难了 快乐就得从内心上 从精神上去寻找 痛苦就得从内心上 精神上去解决 万在的 顺缘 尾缘 都无所谓 世界打仗了 能 平静自己的心 对自己来说 就是喜乐世界 世界和平了 自己的心 乱得就疯狂一样了 对自己来说 这个世界是 就是地狱一样 就那样 所以说呢 我们回到 一开始的那个话题上 佛法 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佛法 佛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去观察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从两个角度去思考 这样去思考的时候呢 我自己思考的时候呢 能感受到好处 能感受到好处的 所以说呢 这个想法 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也 我希望也有 怎么说 对大家有帮助 但是呢 没办法 讲很多 更详细的内容 因为呢 我的 国语 还不够 还不够 所以说呢 对不起啊 我就今天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假如有问题的话 可以体会 讲了几点呢 一个小时 讲了吗 讲了一个小时吗 一个小时 那好 有问题吗 嗯 嗯 嗯 听到了 听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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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你说 刚刚我说 刚刚您说 找不到我 嗯 但是我 到底有没有 嗯 嗯 嗯 我很想说 我是没有的 但是呢 嗯 但是呢 我们可以这么说 嗯 直接说的话 我是有的 但是呢 它不是什么 独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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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是 实有的 独立实有的 但是呢 有的 它只是 唯明唯言 是吧 唯明唯言 嗯 只是 假设 假设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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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说是 都别大了 以分别心 而 假设 嗯 嗯 嗯 那 假如 哦 如果 仅仅是 由 非 别心 而 假设 可以的话 那不就是 没有了吗 那还 为什么要说 它是有的呢 嗯 这是一个大 呃 是一个问题吧 我觉得是 我对我自己说 很难的一个 很难理解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呃 平常我是这么想的 嗯 梦中的 嗯 嗯 梦中的 大象 梦中的大象 虽然不是大象 但也不是大象 谁都知道 但是呢 梦中的 大象是 仅仅是由自己的心 嗯 假设 是 是 假设 假设可以的 由自己的心 而 嗯 假设 是假设出来的 嗯 嗯 假设 假设 而一的 它虽然不是大象 但是呢 梦当中显现的那个大象 梦中的大象 是存在的吗 存在 它只是梦的意识上 显现的一种物质而一 嗯 我们没有问它是 是否大象 它不是大象 它不是真正大象 它不是真正大象 但是呢 以梦 而假设的梦当中所显现的那个显现是存在的 这只是比喻而已 那假如都是由分别心而制造或者是假设而已的话 那所谓的法都没什么规则了吗 都乱了 都不是乱套了吗 都不是乱了吗 不是的 它有它的规则 梦当中所显现的房子 人 大厦 马等等的那些所有的显现的东西 虽然它们都是由心而 仅仅是由心而成命而已的 但是它们也有规则的 梦当中的大厢 不是梦当中的马 梦当中显现的花园 它不是梦当中显现的房子 它们也有它们规则的 虽然是这些 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所有的法都是 工作点法 假法 假法 是吧 工作点法 那个是什么 工作点法 是 世俗 世俗法 世俗的法是 藏里面的工作是 它的意思是假的意思 假的 假的意思 但是呢 这个假的意思不是没有的意思 不是没有的意思 为什么要假呢 我们看到它们的石油很有独立的样子 很像独立的样子 它们很像石油的样子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石油的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法都称为假法 虽然这是那样的假法 但是它们都规矩的规则的 不是乱套了 还没乱套了 规规矩矩的 怎么说 保持自己的利益 所有的法都是那样的 比如说英国 英国是从不变的一个法则 不是虚伪的 你造了恶业 必须受到一个自然的惩罚 这是自然的法则 不是国家的 国家的法律 那是自然的法律 你造了商业 你肯定会受到一个好处 这是自然的法律 肯定会受到一个好的好处 你不可以说 我现在造商业了 没有今天受到了它的回馈 所以你就认为中国是虚的 这是完全不够理由的 不够理由吧 或者是完全不需要卖 今天造了商业 它的国不一定 今天往下去起 不一定的 这是不一定的 你今天为国家的法律 不一定 惩罚是受到今天 不一定吧 明天 或者是过几年 或者是过很多年之后 才能受到惩罚 这是也有的 这是如同那样 所以说呢 因果是从不变的 从不虚伪的一种法则 我们必须要遵守自然的法则 千万不可以小看因果的规则 佛也没办法控制自然的法则 佛他自己也在自然的法则当中 怎么能离开 怎么能远离自然的法则 那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虽然是假法 虽然是为你为言的 由分别性 由心而假设的一种法 但是他也有他的法则 宋大师也是在这么解说的 我刚刚是接着 那个师兄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做梦的话 听不清楚吗 声音带着 再靠近一点这样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吗 你先说 因为那个 刚刚法师有说 比如说我的 我是一个做梦的人 那我是一个能梦者 那我梦到那个像或者是马 那那个是我梦 那这时候我会有一个作用 比如说我在梦中 我常会说 被蛇追 被可怕的东西追 结果就摔下去 我很害怕 那我那个害怕是一种害怕的作用 让我感觉到说 我非常真实的存在 因为我在那个当下 我会觉得说 我快要死掉了 如果我不逃走的话 我就会没有病了这样子 所以我那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真实的 那可是我醒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我根本就是吓得要死 是吓死的那种 我醒来 所以我根本就不存在的 那我根本就不在 你来这里就好吗 有点叫什么 法 可以可以可以 你来这里 可以可以可以 你来这里 你来这里 我来这里 他的问题是说 你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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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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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